一年一度的书展今天开幕 排头位价书迷清晨5点已经到 位价是龙永森签名限量本 人流明显比往年少 见不到以往要排到汇纸外的情况 市民都可以入到汇纸 凉住冷气等入场 我认为少过上一年的 上一年少了少一点 今次再少多一点 可能因为没有放暑假 少了一些青少年 还有今天有DSE放房 乘正10点正式开幕 排头位几个就立刻冲到自己想卖书的摊位 现场所见 往年不时被行驾驾脚的情况不复见 也不见有家长大量扫作业 在一边执行驾的情况 几个专门练习或者补充的书商 可见人流疏落 早前有几间书商被他参展 物法局强调没有预先审查 记者尋试多个书商 只是发现有极少量 或者会被视为敏感的政治书出售 包括前港督彭定康的新书 The Hong Kong Diaries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 港术独裁统治的动物农庄等等 反而有部分大书商在当眼位置 摆放习近平或者毛泽东相关书籍 而且所占的位置也比较多 香港知名科幻小说作家毅康 今月初病逝 由书商展出他的手稿和签名作品 也有不少书商加推毅康著作 有家长带女女来掃书 没有计算的了 即是藝康的书尽买 即是可以喜欢买到买 为什么 摆到就摆 怕他再出了 很聪明 然后他会很直接地说完 他所想的东西出来 而因应疫情 市民进入北厂前 要素描安心出行 和使用疫苗通行证 会展体排队位置也特别贴上 黄色的保持社交距离提示 香港和世界世界的香港